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深蓝,一个喜欢魂类游戏,刷装游戏,以及所有能配装的游戏的玩家 这是我的第一期B蓝幻想relink角色攻略视频 让我聊聊我一直在使用的角色,泽塔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马上开始 根据我的感受,relink这个游戏啊,每个角色的核心机制其实都很简单 但是玩上一段时间之后才注意到其实有大量积累实战经验才能够拥有的实战意识 并且还有一些半技巧半邪道性质的操作细节可以进一步提升输出 这些东西才是一个角色攻略视频应该讲明白的 至于配装呢,我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这个游戏的配装思路各个角色都大差不差 等搞明白一个角色独特的实战意识和操作细节 一些配装细节呢其实也就呼之欲出了 那我们先来说泽塔的核心机制啊,跃空状态 跃空状态是一个特殊的姿态 需要做一些特定的操作才能够进入 在跃空状态下,泽塔拥有两个独特招式 轻攻击对应下戳,重攻击对应下杂 其中下戳有一个弹起机制 在下戳过程中,卡准时机再按一次轻攻击 泽塔会弹起来,重新回到空中 这个时机简单来讲啊,就是在下戳命中敌人之前 所以呢你需要预判一下,等打中再按就已经晚了 因为泽塔与敌人的距离啊,下戳角度,敌人形状等等 都会影响命中之前的辅助时间 所以呢就很吃惊艳 我个人呢,其实强烈推荐带上那一个增大判定时间的专属因子 可以有效改善手感 虽然下戳本身有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呢,并不是泽塔的伤害大头 下戳的意义是给下杂充能 刚进入跃空状态的时候呢 重攻击的名称是跃空收招 这个时候威力比较低 在成功进行三次下戳弹起之后 重攻击会变成阿尔贝斯螺旋枪 威力达到最大 总之,泽塔的机制其实是 静姿态加打连段加卡时机 可能算是一个上手本身就有些难度的角色 他最最基础的战斗方式 是先想办法进跃空 然后戳三下,最后下杂收尾 当然啊,实战中不可能总是用这么呆板的连段 那么下面还是来讲实战意识吧 我个人理解啊 泽塔的操作分为两个关键部分 如何进跃空 以及进了跃空之后该干什么 我们先说如何进跃空 我个人的判断方法是这样的 先看这个敌人你在地上能不能打到 如果能打到 那再看突刺技能有没有冷却好 冷却好了直接用 这个是最快的跃空方法 如果突刺技能还在冷却 那么就普攻一套 或者是弹反进跃空 泽塔的地面重攻击是弹反 还有一个弹反技能 两者成功弹反都可以直接跃空 但是我自己用的时候呢 感觉弹反本身有前摇 然后敌人有时候还会甚至灯下黑 打不到你的弹反上面 反正呢,我个人并不怎么常用弹反 如果突刺没冷却好 我基本上就是直接普攻一套跃空了 前面都是说 如果地面上能够打到敌人 但是其实好多敌人在地面是打不到的 比如说被队友的奥义打得晃来晃去的巴哈姆特 这种情况就需要跳起来 打空中的普攻一套 然后进跃空 除了上述两种基础情况之外 如果你刚打完连锁攻击 立刻按轻攻击也可以直接跃空 其实好多角色在连锁攻击之后 立刻按轻或者重攻击都有一些特殊招式 那现在如何跃空说完了 接下来说跃空状态之下应该干什么 我个人把操作目的分为三种 输出、生存 还有某些功能性目的 比如说卡时机跳欧地之类的 如果是为了输出 那么我们默认使用高频下戳 也就是弹起之后立刻下戳 一般而言是能够打满伤害的 在最常规的情况下 就是三戳一下砸 如果你是用连锁攻击弹起来的 那可以直接下砸 并不需要戳 如果是在Link Time里面 手法是一戳一下砸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 如果你执着的非得打满三戳再下砸 反而会打空 那么为了及时止损 就需要在还没有戳满三下的时候 就已经下砸 比如说敌人即将跳到远处 等他跳了 那你就打不到了 那就赶紧下砸一下 再比如说敌人已经到远处了 下戳的水平位移比下砸小 下戳会空 那就只能下砸 还有一种情况是打出连锁了 如果你继续那慢慢戳 会错过机会 所以就立刻下砸 可以多偷一点收益 另外补充一点 虽然以输出为目的时 默认高频下戳 但是有时候 敌人会突然动一下导致你戳空 这种时候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节奏 等敌人动完再戳 这样就不会空了 这些就是以输出为目的时的手法 总的来讲 就是能打满下戳就打满 具体打满是底下 拒绝于所处状态 但是有的时候打不满 为了止损会选择立刻下砸 那么如果是为了生存 这个一般是通过戳垢三下之后 仍然制空 或者是控制下戳节奏来实现的 要知道 泽塔的生存 跟大部分的其他角色不一样 它是依赖在空中的这样一个位置优势 直接处于敌人的攻击判定之外 具体来讲 月空状态下其实有三种位置 天上最安全 一是比较高 二是与敌人有一定距离 一些即便是有空中判定的AOE 也能够因为这个距离而躲掉 其次是下戳的最低点 这个时候靠近敌人 但是依然在空中 有些招式还是打不到 而最危险的是最终下砸的时候 这时候会回到地面 所处环境与普通的地面角色无异 如果上述三个位置都安全 那么你也并不需要做什么专门的生存考虑 专心的打输出套路就行 如果只有下砸的位置比较危险 那不要急着下砸 等平成攻击结束再说 或者你就一直戳到一个下砸 能够破条出连锁 这个时候下砸也是足够安全的 但是如果是只有天上才安全 那就要控制下戳节奏了 在弹起之后 你可以等一段时间再下戳 并且如果是进行空中闪避 可以进一步延长延后时间 靠这个手法 你可以让下砸的节奏 与敌人攻击的节奏对齐 从而实现 每次戳下去 在最低点的时候都处于安全时间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在天上躲特洞 有那么一些特殊敌人可以这么打 为了降低失误概率 建议这个时候尽量打低平下砸 反正特洞实验有减少 你也打不出了多少伤害 也不要急着在这个时候搞什么输出 总之 这个就是以生存为目的时的手法 你需要根据天上 低点 地面 这三个位置的安全与否 来控制下戳节奏 或者是戳满三下之后 是否继续制空 最后一个目的是功能性 或者直白脸书 就是想靠下杂之一下的伤害和昏厥来跳过OD 论打黄条和昏厥的能力 下杂要远强于下戳 但是为了达到最大收益 牛必须老老实实的打这三个下戳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敌人进OD了 再开始从头越空 那就已经晚了 因此 如果你想跳过OD 那么就需要在敌人快要进OD的时候 提前跃空 戳满三下之后 也别下来 继续制空 直到你看到敌人进了OD 这个时候再砸下来 对于其他的功能性目的 道理一样 都是戳满了也别急着下来 等时机到的再下砸 可以看到 虽然泽塔的基础连段 就是简单的三戳下砸 但是在实战中 情况复杂多变 有的时候 你戳不满就要下来 有的时候 戳满了还要继续制空 并且下戳频率 也可以控制 这也是充分体现了 Relink角色上手简单精通男的特点 我讲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打起来再去想 肯定是来不及了 还是要在实战中慢慢积累经验 形成下意识的反应 然后 泽塔还有一个一戳双闪的斜道操作 大概就是说 带上追击因子 并且开了复仇之火之后 一次下戳 对于比较大型的敌人 有两次判定 这样给下砸充能就可以少戳一下 我个人感觉实战比较容易失误 所以说还没有练这个手法 那么接下来我准备再说一下技能选择 泽塔有三个技能基本上是必带的 突刺 这是最快的上天手段 没有什么疑问 复仇之火 不受伤害上限影响的输出提升 无尽奇观 这是一个润滑剂一样的技能 你带着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多余 但是去到又会觉得不舒服 它可以用来起手挂印记 可以用来打远处目标 或者是清一下杂兵之类的东西 也可以用来偷伤害 比如说这个突刺 快冷却好了 这个时候 你再用普攻上天会很亏啊 那就可以先打一个无尽奇观 来带一点时间 最后剩下这个位置 有四个选择 最通用的是愤怒之语 这个技能啊 你基本上当成是输出手段就行 探定段数多 配合追击效果很好 那个降攻啊 就当成赠品好了 其次可以考虑千岩 它有两个效果 一是可以驱散敌人buff 二是有很高的昏厥积累 类似于那些专门写了昏厥较高的技能 所以说可以拿来快速破条 跳od之类的 然后转枪啊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技能 作为一个控制技能 它也是用来打辅助啊 跳od之类的 但是本身前摇长 也就意味着 你下砸下来之后 再放转枪啊 基本上来不及 而且呢 麻痹本身还很短 你肯定是来不及 转完枪之后啊 在现场上天 打一套完整的三戳下砸 所以说要我说啊 这个东西其实是配合队友用的 如果你是带AI 或者说对路人的配合没什么信心 建议呢不要带 要控制不入选千言 这个弹反的定位 跟重攻击弹反差不多 只不过是性能更强 基本是个对策技能 我个人并不喜欢弹反 所以说也没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还剩下一个技能是符文之潮 全队加工 线版本是没什么用 反正大家都已经顶到上线了 至于以后会不会翻身 那就不清楚了 总之呢 我个人一般是在三件套之外 要么带愤怒之语 要么带千言 最后呢 就说说配装吧 前面那些通用的上线 输出保命三件套 就都不说了 我们直接说生存和输出环境 紫格塔很需要霸体 平地上天啊 经常是被地板烫脚烫下来 飞天上的时候 也有可能突然被波及到 霸体就可以有效改善 你的游戏体验 然后呢 反正有霸体了嘛 带个坚持减伤肯定不错 那躲避性能呢 要知道紫格塔主要靠的是 直接处于攻击判领之外 并不需要无地针 而且飞天上的时候 你去卡实际闪避 其实也比较的束手束脚 所以我个人选择 不带闪避性能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可选的 你想带也行 但是呢 割挡性能那肯定不带 要知道月空状态 如果你割挡到了 会直接掉下来 这就很亏 所以说我只会在地面 躲特洞的时候用割挡 这个时候呢 不带割挡性能也完全够用了 至于回转方面 我觉得技能回转优先级最高 因为技能回转 既可以提高复仇之火的覆盖率 也可以加快突刺的冷却 这些就是我使用 泽塔的心得了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有不足之处 还请不吝止出 还喜欢我 步步是吗 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等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